各位同学大家好 有没有看到这个范例 在测量反应速率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度量反应系中明显的一个变化 来去测量 这个明显的变化我们可以是颜色 颜色可以用笔色法或者是吸收度 来看它的浓度 或者是说pH值酸碱值 或者是说气体的肿压力 甚至于说体积的变化 还有导电度 来水溶液电解值 导电度比较大 后来产生固体的导电度下降了 或者是重量的改变 甚至于说长度也是一个依据 或者是说浓度 也可以是一个测量的依据 来看它反应前后的变化程度 就是可以知道它的反应速率 好 所以它说哪一些可以用括号内的这个特性 去测量测定反应速率呢 来看A选项 它说用颜色可不可以呢 像氢气跟点气下去反应 好 那我们知道说点真气本身是紫色的 好 可是它反应后之后所产生的产物 点化氢气体 这个是无色的 好 所以这个选项是可以的 好 它由紫色变到无色 那氢气我们知道还是无色的 好 所以整个反应的过程当中 颜色是会变浅的 所以是OK的 好 再来B选项 它说用固体重量 好 那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个反应式 碳酸钙 这个是固体的 好 加盐酸水溶液 然后产生氯化钙水溶液 水还有二氧化碳气体 那后面这个部分是通通都没有固体的 所以在这个反应的过程当中 重量是固体的重量是会减轻的 好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的 好 再来C选项 碳酸水溶液加上氢氧化碑水溶液 产生碳酸碑的固体的沉淀加水 好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碳酸氢氧化碑 好 好 那产生固体之后大量产生固体 所以它的老电度会下降 好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的 好 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用固体的重量去 测量它的反应速率也是OK的 好 因为反应前是没有固体的 那反应后是由固体所产生 好 好 再来 诸选项的话 一氧化碳加二氧化碳 二氧化氮气体 产生二氧化碳加一氧化氮气体 那定压下气体的体积 那我们知道这个反应的前后的系数总和 反应前后系数总和是一样的 好 所以在定压下它的体积是不变的 好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气体的体积去量测它的反应速率 那这个反应是要用什么方法去量测会比较好呢 好 那这个二氧化氮是红色的 好 一氧化碳是无色的 然后二氧化碳也是无色 那一氧化氮也是无色 好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用颜色 去测定它的反应速率会比较好 好 所以珠选项不选 在最后一个E选项 它说pH值能不能够去测定这一个反应的反应速率 好 那这个是硝酸银加让盐酸水溶液 那盐酸是一个强酸 好 SA代表强酸 那产生氯化银沉淀还有硝酸 那我们知道硝酸也是一个强酸 好 所以反应前后pH值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好 所以也没有办法用pH值去测定 那这个反应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 因为反应前都没有固体 那反应后有一个固体的产生 好 这个是白色绿化银沉淀 好 所以不能够用pH值测定 那我们可以用固体的重量 固体的重量去测定 好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好 所以这些答案就选择是A B C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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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